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闺蜜的男友进行交涉的过程中被这个男友把她刺死了 但是以后她的母亲就是姜哥的母亲多次想找她的闺蜜叫刘欣 多次联系了没有成功 并且他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针对这个事件在国内来引起了一些舆论上的反应 您能不能评价一下 这种事情我想反映出了中国人的自私冷漠 有的甚至可以用无耻这样的这个词来形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大家想一想 这个刘欣本来是她跟男友关系闹僵了 她搬出来被赶出家门 然后她的好朋友闺蜜姜哥收留了她 她应该对人家感恩 而且在后来当男友不断地对她进行威胁 要对她进行骚扰的情况下 又是姜哥作为闺蜜来维护她的安全 来不断地来阻止这个男朋友到她的家里面进行骚扰 所以这一点应该就是说无论怎么样 她都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来感激 等于是姜哥本人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了 本来应该是被男友杀害或者是严重伤害的流星本人 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是人家给了你一条命 你有什么道理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不去对人家的母亲做出忏悔 不对人家的母亲做出那个直接的回应 那最应该来安抚别人的母亲 这个朋友母亲的应该是流星本人 她却逃避躲避 不愿意承担最起码的最低的责任 最低限度的责任 这个是非常无耻 我要是说要用一句骂人的话 就只能用人渣两个字来形容 而且像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出现 我们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好朋友 就是八九六四运动中的一个学生的骨干 领袖人物叫方正 方正当年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 在六四那个活动中 当六四屠杀发生的时候 他和他的这些很多的同伴们 都是从广场撤离 那么在六部口那个地方 解放军的坦克 就是中共军队的这种坦克 追缅学生 是非常残暴的这种反人类的行为 当时方正走在那的时候 发现坦克马上就急速的开过来 要压倒这些学生 他看到自己前面有一位女生 很可能会被坦克压倒 他奋不顾身的上去 把那个女生推走 他自己呢 两条腿都被坦克的车轮碾过 成为这个没有下肢的这个残疾人 方正当时跟他一起的 有一个女生 也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女生当时找到他 就说觉得那天晚上要出事 就是要跟他在一起 那他们是在六月四号凌晨 已经离开天门广场 他们的就是在往西 那当然大部分学校是在西边 除了唐路他们在东边以外 所以他们就是已经离开天门广场 撤退往西 在长安街上的时候 坦克就是这种陆战坦克 从天门广场 当时中共已经占领了天门广场 控制了局势 突然有几辆坦克向他们冲过来 而且在这之前先发了毒气弹 那我们有记录就是有一个人 就是因为毒气弹 毒死的不是坦克压死的 然后就冲压了 方正当时他看到这个坦克 他是有求生的可能的 可是在那关键的时候 他就保护了那个女同学 他的腿就从此失去了 当然这个事情就是 这个人间惨剧在很多地方 录下来了 就是我们都可以看到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就是 这个女生呢 从此之后就远离方正 就是否认这个事情 因为他如果愿意讲方正 救了他 就必须讲出来他在天门广场 这个他当时离开天门广场 他为什么去天门广场等等 所以他选择了又谎言躲避 来拒绝方正 其实这是这个 我想这是八九年这个民运 这个他整个这一代的一个遭遇 就是如果说这个国家是一个女人 就是有没有人愿意去救她 那愿意去救的人为她死了 而被救的人 或者是当时想救的人 就跟这种冷漠 遗忘拒绝 那么他当时就是 这么人受了这么大的痛苦 等于是把生命都献出来了 差一点死去嘛 想一想 那么后来当他住在医院的时候 那个女生还 据说还曾经跟他有过见面 但后来呢就找不到了 当这个官方需要找证人的时候 或者在法庭上 或者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方正为什么会被坦克车追念的时候 需要那个女生来坐证啊 那个女生就不肯出现了 那个女生呢 可能是受到家人的一些劝导 就是说不要惹这个麻烦 就是自己安全了 然后就这个人间就蒸发了 那个时候的联络通讯手段也并不多 所以这个人呢 我曾经问过方正 我说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女生叫什么名字 有没有人知道她的这些基本的信息 据说呢 当时也是有一些人知道的 但是有的人为了保护个人隐私 不愿意披露 我总统原因没有说 但是我呢 就是我的意见是 如果有人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和信息 应该把它及时的公布出来 特别是现在已经事情过去快30年了 28年过去了 那么如果还有人知道这个女生的下落的话 请一定把她的真实的姓名 告诉广为人知 在网络上甚至要进行人肉搜索 因为这是一个道义和责任的问题 如果没有方正的救助的话 这个女生可能就已经被坦克碾死 那么她自己被救了一命 她难道不能做这样最低限度的 对这样的一个救助她的英雄 做一点什么吗 因为我们知道方正后来的日子非常的艰难 她这个北京体育大学 不愿意给她发学生证 不愿意给她发毕业证 因为她说是参加了六四这个活动 不愿意给她 那她没有这个毕业证 也就没办法参加工作 方正后来又跑到海南 在这个朋友的帮助下 在海南做生意 在那边做生意也很困难 所以方正不管到哪里 如果要是人家问起来的话 你这个腿是怎么回事 她如果按真话讲 人家就对她冷眼相待 甚至虐待她 有一次她参加那种残疾人奥运会 她的成绩非常的突出 本来是可以再参加08年的残奥会 而且她的成绩已经报上去了 有些人也安排她跟邓普方会见 邓普方是残联主席 但是后来有人讲出了她的真实的情况 那么后来那些什么待遇 那些机会都给她剥夺掉了 只要一讲 而且官方一再让她撒谎 就说有人问 你说是车祸中失去的双腿 千万不要提8964 千万不要提解放军的坦克 所以如果你要不听的话 那以后你的各方面就得不到好处 得不到帮助 那么方正就非常的艰难 他回到老家之后 在父母的帮助下 自己开一个很小的烟酒店 勉强的维持生计 在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 还有一位89名运的学生领袖 叫周峰索 曾经有一次 叫微服司法 悄悄的回去 看到了方正那个样子 感到非常的伤心 回国以后 他就积极的组织救助 和其他的学生领袖一起 筹资 所以终于想办法 把方正救助到了美国 但美国以后 方正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边 就感觉到 就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学会了 用借助一些特别的装置来开车 他现在是用手 来驾驶汽车 然后他还到很多地方 我们开会活动 他去接别人 做很多的事情 方正是非常顽强的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 所以我从这个事例上来讲 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对比 你感觉到 有的人那么的高大 那么的让人赶配 而另外一些人 那么猥琐 那么卑鄙 就是一种鲜明的对比 所以我现在借助这个江戈事件 我要大声的发问 我说那位当年被方正 从共军坦克下救出的那位女生 你现在可能已经为人之母 你可能有幸福的家庭 但是你有没有问自己的良心 你闷心自问一下 你是不是非常的无耻 卑鄙 缺乏人性 方正后来遭遇了这么悲惨的遭遇 你伸出过一个援助的手吗 你帮助过他一分钱吗 你对他有任何的回报吗 中国古人经常会说 低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人家救了你一条命 你这几十年过去了 你到底是个人呢 还是畜生呢 还是人渣呢 你到底能不能做一点 最起码的回应呢 我想今天 如果我的这个视频 我的声音 能够被这个女士 身边的人听到 家人听到 请一定让她做出一个回应 再迟到的忏悔也是忏悔 再迟到的这种补救行为 也是一个人性的回归 所以我希望这个女人 这个女士 能够做到一个人最基本的 最低限度的这个事情 谢谢大家